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缓解了大家的伤心 雅加达雅运会已经开始了 这可是运动员们的战场 许多运动员在取得好成绩之后 也不忘来赏一波表白 先是运动员张陪萌宣布自己恋爱了 两个人又亲又抱的真的是羞死人了 这不禁走运动员陈定 也放了一个大招 直接宣布结婚了 和最近的张金宇 陈奕罕有的一拼 毕竟恋爱还是不稳定的 只有这陈定定的结婚证 拿在手里才顺心啊 看这结婚证上的两个人真好般配 是不是又有网友要问了这旁边的女生是谁啊 看起来不是很面熟的样子 小编今天就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了 陈定的妻子并不是运动员 也不是娱乐圈的演员 但是也属于娱乐圈的人 不过这颜值还是蛮高的 难免让人以为是明星嘛 陈定的妻子叫巨折 别看这位女生看起来如此的温柔可爱 人家可是弟弟道道了的大道总裁呢 不仅颜值很高 身材也是极好的 多次被打拍邀请拍杂志 她是一位瑜伽达人 还是俱乐部的总裁 难怪身材看起来这么好 肯定和平日的健身有关 小编也要多动一动了 毕竟这样性感的身材 就连女生看了都十分羡慕啊 志哲出生 在大草原 从中央年族大学毕业 毕业后和她便开始了自己开挂的人生 志哲曾经获得多个国内二的奖杯 最重要的是她是娱乐圈女明星的指定健身指导 据说范冰冰 黄渤都上过她的课 但也上瑜伽课还可以理解 可是黄渤估计没认真听课 不然怎么都没有效果 看来是为打场次的学生啊 你以为只有这些就完了吗 肯定没那么简单 学者还有自己的影视公司 并且还有一个很文艺的名字叫观观居酒 她本人自然就是公司总裁了 当然我们的运动员陈定也是非常优秀的 还没到20岁的陈定 就已经打破了国际竞作中的全国纪录 在伦多奥运会上 陈定已毫无悬念的水平赢得了冠军 哪个冠军跟玩似的 并且顺便打破一下奥运纪录 可见陈定有多么优秀了 优秀的运动员和美女总裁的结合你们看好吗 看来又有许多编剧有新的写作题材了 如此般配的两个人可一定要幸福哦 那我们看得到写作 在的写作 我有一种写作 有格的写作 能配方的写作 这边 写作 我被写作